这是一个从小以来的梦想吧 就是觉得治病救人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 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学医的人 所以从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 那个Hopkins是美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医学院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上课的时候 经常有临床的教授 过来给我们讲一些 他们做了一些新的发现 他们可能是某一个手术的第一个开创者 然后他们就活生生地在我面前 然后跟我们说他们发现这样子一个 治疗疗程的一个从头到尾的过程 第一年的课程大概我觉得就是打基础 就是比如说先学一下人体解剖 了解一下比如说人体的208块骨头都是些什么 早晨8点钟开始 会有大概一个一到两个小时的讲座 全班100多个人会分成两组 一组是去解剖尸体 然后另外一组是会就是小组活动 有时候小组活动是会给我们看一些放射课的片子 有时候小组活动是大家一起在一起解决一些临床的一些例子 然后过了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两组交换 然后呢一周大概有一到两次 下午的时候我是有老师教我们怎么样跟病人对话 怎么样问病人一些他们的病情 怎么样跟病人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这样子可以向他们了解更多的信息 第二年的课程就相对来讲就很综合的去理解这些器官系统 比如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血液循环系统 他们都是怎么工作的 他们得病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症状 然后我们再来怎么应对 在每周还有时间去巴尔迪摩附近的诊所里面 我们每个人被分到了一个诊所 我们每个人跟一个导师 然后每周去一个下午的时间 跟他学习他门诊 看病人的一些做事的风格 然后临床的一些知识 他们会给我们一个一个病人案例来给我们讲解 印象最深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老师会把一些他们在临床上遇到的病人 比较有意思或者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这些很重大的这些case的病人请到我们搬上来 然后让他们就面对面地跟我们交流 基本上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病例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和练习 怎么最好的跟病人去聊天 不能说完全把你的主观的想法来强调到病人身上 医生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就是辅助病人 让他把他的一些顾虑 把他的一些情况给你最完整地反映出来 需要有很多和健康相关的活动吧 这周三主要组织了一个stressfest的一个活动 然后就是有很多免费的吃的 然后还有很多他们有各个不同的station 会教你比如说一些什么减压的方法 或者是什么怎么样提高睡眠质量 然后还有免费的小的多肉可以拿 从医学院考核制作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人性化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第二年其实前两年都是 我们叫pass fail 就是我们一门课其实你只要达到了这一门课通过的标准 所有的成绩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样的话就最大程度上鼓励了同学们之间相互合作学习 在霍普京思学了这些知识之后 如果可以带到中国去 然后帮助中国医疗发展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还是非常想去做个肿瘤方面的专家 希望能够把之前自己的知识转化成病人的福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